~! 我好了没啦 我的全金奖金要没了 Visa现在 种你的煎熬 這是你想得到最好的運獎嗎 為什麼我們需要全清獎金 難道我們需要一個獎項 來證明自己只是一台準時上工的機器嗎 為什麼沒有遲到獎金 遲到所帶來的好處是非常多人所不知道的 一個遲到的人他在抵達辦公室之後 他會因為怕被罵 因為羞愧 而提升整整半小時的專注度 是足以抵過沒有遲到的同事 整整四小時的效率 謝郭 你害我多遲到五分鐘耶 仙草蜜 再去火氣 經典原味添加龍眼蜜 獎金給你沒關係 為什麼要看這個無聊的會 MISS NOAH 仙草 解你的煩惱 所以你剛剛是說為什麼要看這麼無聊的會嗎 可以不要講出來嗎 到底為什麼要開那麼多的會呢 我們開個檢討會之前 我們還要先開個會去決定 什麼時候要開檢討會 如果需要 我們還得先開個會去決定 什麼時候要開個會去決定 什麼時候要開檢討會 那開完檢討會之後呢 還要開個檢討會去檢討檢討會 到底為什麼呢 因為要讓大家看起來很忙嘛 然後把形式力弄得花花綠綠的 眼睛看很多顏色對眼睛比較健康 省下去看眼科的錢 大家 你們都不是榮元啊 我們下午開個會來討論他剛剛講的 先炒蜜 再去火氣 夏季限定三種顆粒 陪你熬過大小會議 終於可以下班再加好好吃飯了 都幾點了老闆還一直傳工作訊息 到底為什麼這麼愛在下班找人啊 Mr.仙草 編導 宣導 顛倒 顛倒 Mr.仙草 幫你用顛倒 你怎麼在我家 知道為什麼老闆總是喜歡在下班之後 瘋狂傳訊息追殺你嗎 手機真的跟地震警報一樣 知道為什麼嗎 不是 解釋一下你為什麼在我家 老闆他其實只是一片好心啊 他擔心你在下班之後 只能一個人專心地體驗自己 滷蛇的生活 沒有人會傳訊息到你的手機裡面 雖然 他只是一個工作訊息 但是他會在手衣震動的時候 帶給你一點點的希望 雖然他只是工作訊息 但是這代表說在世界上 還是有人需要你 雖然那件事 可能是明天早上上班可以講的事情 欸 不要把我BGM關掉啊 說這麼多還不是要在家裡加班 仙草秘再去火氣 飽足感的顆粒陪你撐下去 有人報警嗎 有變態 Mr.仙草先來照 我知道 人群也快要開火了 搞什麼 不然